本市逆实施系列疫情防控措施 主要有 一是出入老年大学、老年活动站和老年人健康健身娱乐活动场所的老年人要尽快实现、阴阶、进阶 二是进入线下培训机构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电影院、美术馆、文化馆、体育场馆、健身场所、演出娱乐场所、网吧等人群聚集场所的人员需接种疫苗 不适宜接种人员除外 其他限流预约场所优先安排以接种疫苗人员 上述措施将于2022年7月11日星期一起正式实施 2022年6月5日发布实施的疫苗接种防控措施继续从严执行 具体为 一是一线疫情防控、医疗卫生、社区、志愿者、交通、家政、家庄、外卖快递等公共服务和城市运行保障人员 以及参加重要会议活动的人员 原则上应完成全程接种或加强免疫接种 二是 参加本市团队旅游人员应完成全程接种或加强免疫接种 三是 入住军修所、疗养院、养老院、养老驿站等场所内的老年人应实现 应接、进阶 探视人员和服务人员应完成全程接种或加强免疫接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